去一個比較終極的做法 去到關閉處所之前 如果我們能夠做好 這些關鍵的控制點 這個也會將風險大大減低 所以大家留意到 昨天我請副局長 都跟酒吧業界開了會 去檢視酒吧裡面 他們那個感染控制措施的做法 有沒有一個加強的可行性 還有也是怎麼樣 酒吧裡面 他們的工作人員 是要全部去檢測 當局正嚴正以待 並對包括酒吧 餐廳等在內的 關鍵控制點加強防疫措施 那麼更多消息 立刻來看今天的焦點直擊 好那麼首先就來看到 中國最新的新冠肺炎疫情數字 內地在10月7號新增新冠肺炎 確診病例11例 全部都是境外輸入 當天新增無症狀感染者8例 也全部是境外輸入 那麼現存確診病例以上海最多 其次是四川和廣東等地 港澳台方面 香港新增18例確診 其中14例是本地病例 包括11例來自一間殘疾人士院舍 另外有一例源頭不明 而台灣方面 新增1例境外輸入病例 是菲律賓船員 好那麼更多有關香港疫情反彈的消息 我們要先把現場交給香港直播室 記者季思青來我們報導 思青 晚上好 雅芳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截至9號凌晨 香港新增18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 其中有14宗是本地個案 是近一個月以來最多 香港衛生署署長程翰宜警告 疫情出現反彈 有惡化趨勢 情況令人憂慮 請看報導 香港新增的確診個案中 4宗是輸入個案 其餘14宗全部是本地感染個案 當中13宗與早前個案有關 包括多個爆發群組 其中 奎充一家智障人士院舍 再有11名院有確診 連同7號確診的源頭未明個案 已有12人確診感染 尖殺嘴的一個酒吧感染群組 再多1人確診 累計有10人染病 另外有一宗源頭不明個案 患者是退休人士 經常去健身中心做運動 衛生署署長陳漢已警告 過去一周 本地感染由較早前一週的8宗 大幅上升至35宗 其中源頭不明個案佔兩成 疫情出現出現反彈 香港2019冠狀病毒的疫情 是有惡化的趨勢 社區上有不少的確診個案 都是本地的個案 在過去一個星期 即是10月1號至10月7號 已經有12宗源頭不明的個案 佔總數的20% 數據顯示香港本地感染個案 是有明顯上升的趨勢 疫情是出現了反彈的警告 陳漢已又說 病毒繁殖率也重新突破1的水平 代表社區傳播出現惡化 情況令人憂慮 當局將加強社區層面 及特定群組的檢測 派發更多樣本評 政府也都會積極研究 在一些個案或者群組 較多的地區 設立一些臨時的檢測中心 方便市民主動進行檢測 及早識別 希望早些切斷社區的傳播鏈 我們初步計劃 會在葵聰 九龍城 尖沙咀和灣仔 設立檢測中心 對於近日 有酒店住客在房間內 舉行多人派對 衛生署表示 將約建酒店業界 提醒住客保持社交距離 不建議不同家庭的人士 同住及開派對等 香港旅遊發展局 也會為酒店和餐廳等行業 制定公共衛生指引 要求加強防疫 鳳凰卫視李千千 香港報導 另外 香港疫情有反彈趨勢 政府專家顧問 港大微生物學系 講座教授袁國勇呼籲 公眾要提早進入 嚴密戒備狀態 盡早截斷社區隱形傳播鏈 另外 有專家建議政府 儘快與業界商討 調整防疫措施 請看報導 香港連續幾天 出現源頭不明個案 港大微生物學系 講座教授袁國勇指出 在國慶假期前 政府放寬了不少防疫措施 加上市民出現抗疫疲勞 導致疫情反彈 他警告 一旦控制措施做得不好 下一波疫情會比第三波嚴重很多 呼籲公眾提前戒備 現在進入冬天開始 如果我們的控制措施 真的做得不好 下一波比第三波 應該嚴重很多 所以我再說一次 應該不要等到爆發到很嚴重的時候 才能增加這些措施 市民應該現在已經開始 進入很嚴密的戒備狀態 以致我們真的可以最早 將人性傳播連斬斷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也指出 疫情處於加速上升階段 感染源頭不明個案 引起的關聯個案 會陸續湧現 建議政府儘快通業界商討 考慮調整防疫措施 措施都是要盡早考慮 如果你真的要做的時候 都是要盡早引入 你現在看的 當然是他可以立刻要想的 是一些個別的場所 或者個別的一些組群的 他究竟是怎樣可以 比如說迅速去介入去看看 另外 有三名在旺角不同藥房工作的男子確診 港九藥房總商會副理事長張德榮表示 三人互相認識 平時會去對方店鋪借貨 會提醒藥房員工加強防範 鳳凡衛視李千千 舒震輝香港報導 以上就是香港今天的新聞重點 現在把時間交還給亞方 好 我們先謝謝思青 在香港的報導 那麼再來看到台灣 又傳出輸出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疫情指揮中心表示 近一階或日本通報三例 把國一例 都是從台灣出境之後 在當地檢驗確診 已經累計輸出43例 不過台灣官方坚稱 台灣沒有社區感染疑慮 台灣官方宣稱島內疫情穩定 近期新增的個案 絕大多數是由境外輸入 但疫情指揮中心表示 近日再度接獲輸出病例通報 其中日本通報三例 法國一例 就是本土的個案都來處理 台灣輸出的病例已累計43例 其中有22例輸出到菲律賓 佔最多數 引發民眾恐慌 台灣社區內有隱性的感染者 我們那時候他驗出來22位陽性的 經過他居家檢疫14天之後再驗 這22位全部都是陰性 所以這個倒是 就是其實如果是 這個就會比較稍微朝向 有一點檢驗上的一些問題 這些被出去被驗陽性 他的任何接觸者都沒有帶病毒 也沒有產生抗擊 我們實在找不到我們社區裡面 官方聲稱是海外地區檢驗有問題 但部分輿論認為 台灣不斷被通報輸出病例 也應該檢討當前的篩檢方式 是否也可能有問題 一屆人士示警 如果社區內有潛藏危機 入冬後可能爆發大規模感染 鳳凰衛視藍劍圖 陳建達 台北報導 好 那麼續一下廣告回來 要繼續帶您關注 香港有教室被除牌的問題 我們一會見 好 繼續要帶您關注 在香港有一名小學教師 涉嫌有計畫的散播港獨信息 日前被香港教育局裁定 嚴重專業失德取消了教師資格 有團體就促請教育局公開全部專業 適當教師的資料 涉嫌的教師來自九龍唐宣道小學 香港教育局指出 其設計的教案 教學材料等 有計畫的散播港獨信息 其中不少內容屬於扭曲和偏頗 對學生構成嚴重損害 因此決定取消有關教師註冊 教育局已經向涉嫌校長等人發出譴責信 並向在教學中使用這些材料的教師發出書面警告 教育局不排除稍後有其他嚴重失德的教師被取消教師註冊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正月娥表示 這是相當嚴重的個案 是首次以專業失德為由將一名教師除牌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也強調 本届政府非常重視教育 絕不容許有港獨及違法意識在學校蔓延 香港有團體到政府總部門前請願 促請教育局公開全部專業適當教師的資料 團體召集人指出 消費者和公眾對遭投訴的店鋪有知情權 學生 家長和公眾是否也應對學校有知情權 期望教育局局長楊潤雄作出解釋 楊潤雄早前在立法會回應質詢時 拒絕公開被裁定專業失德教師的名單 認為會有標籤作用 不利於老師去學校工作 方文士綜合報導 好 那麼相關的話題呢 在香港現場我們請到了香港教育工作者 聯會副主席鄧飛來我們分析 鄧先生你好 你好 我們看到這次這個事件 涉及的是一名小學教師 那麼香港竟然平平有這些 比較偏階啊或是這些言論 有一些扭曲的這些教師的教學內容出現 而且這次面向是這些 心智沒有完全成熟的低年級的小學生 所以你怎麼看香港有沒有一個 對於老師的資格操守等等的審查的 一個標準機制 如果沒有的話是不是有必要建立一套 其實是有這個機制存在的 只不過是機制的透明度就算很高 一般來說的話呢 如果家長或者任何學校的相關利益者 覺得老師在講課的時候出現了嚴重的偏頗 它不一定跟政治有關 可以跟別的有關都可以 都可以直接投訴到教育局 然後教育局的話呢 就相關的法律就比如說教育條例 就授權教育局的常任秘書長 在一些在一個團隊 一個專門處理這種投訴的團隊 在協助之下的話 就展開這種紀律的調查 和最後的落一個結論 如果真的是要發警告信 譴責信還是要除牌 就是取消教師註冊 那最終的權利 法律是授權給教育局的常任秘書長的 那麼常任秘書長就可以根據這個團隊 他調查研究出來的這個結論 來做一個最終的裁決 這是大致的一個原理 但是的話呢 透明度還是不是很高 比如說這個機制有什麼 我們也不太清楚 我們也注意到 從去年的6月到今年的8月 其實教育局處理了200多件 關於教師操守的這個投訴案 為了保障學生的權益 你認為這個校方還有教育局 還需要多做一些什麼 以及可以做些什麼 其實兩方面可以做 第一方面的話 教育局可以把這個機制 到底這個小組裡面 有些什麼人 我們都不知道的 是不是全都是教育局的官員 有沒有資深的教育工作者 有沒有社會上一些的 一些所謂的我們叫layman 就是一些行外人參與其中 這個是我們完全不知道的 這跟其他的專業資格是有很大的區別 這是第一 第二的話呢 其實我們現在看這個機率 觸分的這個等級不太足夠 基本上就是警告性 譴責性 然後就是永久的除牌 那麼社會越來越複雜 老師如果是真的出現了操守問題 失德問題 也會變得越來越不同的情況 如果僅僅是這三級 其實這三級還是我說的 還不是正式的文件說的 只有這三級的一個紀律處分的話 可能還是不足夠的 所以的話那教育局其實有責任 我們要把它透明化和完善化的 我們剛也看到了在片子裡面 有一些團體呼籲教育局 應該要公布全部專業 失當失職的這些教師的名單 這些資料 但是教育局是以這個有標籤作用 為由而拒絕了 所以你怎麼看 應不應該公布 我覺得公布那個失德或者違反操守的具體案情和情節 這個更加重要 如果是公布老師的名字的話呢 其實一來的話可能會跟現在的私隱條例的相關的規定 可能有一個比較嚴重的衝突 這是第一 第二的話呢公布名字的話 我也認同可能會有一個反效果 如果它標籤了一些老師也標籤了一些學校 有可能在社會上也會出現一種所謂的獵巫的效應 獵人的獵巫 巫婆的巫 那可能會反效果 但是到底具體的案情 具體的情節 這必須要公布的 我們也知道通識教育其實在香港推行了11年了 不過這11年來屡屡出現這些偏頗的內容 這些適當的教材 所以你怎麼看 到底通識意義的 通識教育的意義何在 以及出現這樣的一個問題的癥結又在哪 這個通識教育課的話呢 它原本的本地的 其實是Liberal Studies 這什麼叫自由呢 它其實就是能夠讓學生 在比較嚴酷的一個硬式教育的壓力之下的話 有這麼一門學科 它可以相對寬鬆一點 不用把硬式的壓力看得太重 儘管它也是一個硬式科目 它本來是這樣的 但是後來隨著香港的政治化的氣氛越來越濃厚 就是讓一個硬式教育的高考的一個學科裡面 可以保持一個比較自由的 比較寬鬆的 讓學生可以自由的寬鬆的 去認識一下社會時事 這已經是足夠的 沒有必要把一些成年人的政治話題 引入到通識科裡面去 所以的話呢 其實最好的改革就回歸它原本的宗旨 所以就你所看啊 這些教育機構到底應該給青少年 給這些新興學子 神聖學子一些什麼樣的教育內容啊 才能夠樹立正確的這個價值觀 那麼我們社會又可以多做一些什麼 其實首先是肯定是學校 首先肯定是學校 其次才是社會 因為畢竟在校園裡面多嘛 很簡單就兩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國情教育 我們的國情教育一般以前 比如說一些歷史文化 甚至一些旅遊的東西 其實對於改革開放 當代的國情認識並不多 教育的內容也不多 這方面要加強 這是第一 第二的話呢 就是法律法治方面的教育 包括國家的憲法 香港特區的基本法 還有就是香港國家安全法 這三法的教育也必須跟上去 法治的教育 再加上國情 尤其是當代國家發展 改革開放拯救 這些的內容加進去的話 是刀目刺激的 好 我們先謝謝鄧先在香港 就目前香港教育的一個現狀 為我們所做的分析 那麼再來看到 香港通識教育科推行超過十年 但是經常引起爭議 有立法會議員就認為 香港教育局有責任 盡快撥亂反正 並應投放更多資源 推動國民教育以及國安教育 香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及周浩鼎 在記者會上表示 香港的通識教育推行多年 但出現大量偏頗的教案和教材 除了引用例子錯誤 文字描述不當外 內容也存在偏頗立場的 例如有通識課本形容 公安條例的設立 是把多數人的安全至於少數人士 自由表達意見的權利之上 另外部分市的教師更滲透個人政見誤導學生 機制上也欠缺有效監管和支援 有家長擔心有關情況會影響學生 建立正確的認知及全面的思考技能 一直以來我教我兒子都是那些 就是怎樣做人要誠實 負責任 人而來順之 這些中國的傳統未得 其實很擔心就是 如果學校的老師 跟我教的東西是完全背道而馳的話 那究竟 我將來怎樣教我小朋友 他的將來又會變成怎樣呢 至於今日一名教師 因爲傳授涉港獨言論 被香港教育局取消註冊 立法會議員梁志祥認為 教育局有責任撥亂反征 將一些教材的內容大致上 收改到他自己的政治立場 造成了不可挽救的一個教育失德 這個就是我們認為教育局有他的責任 所以我們覺得教育局必須要正視 勃煉反正 要擔起監管的角色 他建議將通識必修科轉為選修科目 投放更多資源在中小學 推動國民教育及國安教育 增加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 並加強監管教科書教材 公開失德教師名單 以及設立公開便捷的投訴渠道 讓公眾一同監察 鳳凰衛視 這是習東博香港報導 好 那麼休息回來 還要帶您關注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戴賓 博持美國常駐代表克拉夫特 就新冠肺炎疫情和人權問題對中方無端指責 我們會見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8號宣布 因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邀請 印尼總統特使對華合作牽頭人統籌部長盧胡特 伊朗外長扎里夫 菲律賓外長洛欽將於10月9號到10號 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 那麼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戴賓 7號在聯合國大會第三委員會行使答辯權 駁斥美國常駐代表克拉夫特 當天在發言中就新冠肺炎疫情和人權問題 對中方無端指責 戴冰說美方代表不及取搞反華行動徹底失敗的教訓 不正是廣大會員國要求團結合作的正義呼聲 再次對中方無理指責 濫用聯合國平台造謠聲勢 挑起對抗服務國內政治 中方對此堅決反對和完全拒絕 戴冰強調在疫情問題上抹黑中國 甩鍋中國既是錯誤和徒勞的更是不負責任的 他指出中國已經控制住疫情 中國國慶和中秋期間有7億多人次出行旅遊 而美國感染人數超過700萬 白宮近日有數10例確診 中方堅持生命至上 病患都能得到全力救治 而美國病亡人數已經超過21萬 美方應該就世界第一的確診人數和病亡人數 給美國人民一個交代 在新疆問題方面 戴冰說 新疆社會穩定繁榮 各族人民和諧相處 新疆清真寺多達2.44萬座 是美國全國清真寺數量的10倍多 比例甚至超過許多穆斯林國家 2010年到2018年 新疆維吾爾族人口從1017萬增至1217萬 增長25%增幅是漢族的10倍多 所謂強制絕育完全是造謠 新疆每年接待2億多國內外遊客 近年來90多個國家的近百個團組 1000多人次參訪新疆 沒有人看到過新疆有關押 100萬維吾爾人的集中營 美方撒如此彌天大謊毫無兩知 戴冰指出 香港去年以來發生一系列嚴重暴力騷亂 民眾生活陷入混亂 香港國安法實施後 八成當地居民認為香港更安全了 55國6日做出的共同發言 支持中方在香港問題上的立場 希望美方認真聽國際社會的正義聲音 誰希望香港穩定繁榮 誰蓄謀把香港搞亂 是人看得一清二楚 戴冰表示 當今世界面臨多重嚴峻挑戰 各國期待大國承擔特殊責任 美國卻大搞本國第一 關鍵時候退出世界衛生組織 對他國動輒恐嚇制裁 肆意破壞多邊合作 美國到處發動戰爭 大搞單邊制裁 美國不顧聯合國財政困難 目前拖欠會費超過30億美元 頑固站在國際社會對立面 在按理會常常陷入孤立 美國已經成為他國基本人權的侵害者 聯合國的麻煩製造者 沒有資格批評他國人權 戴冰強調中國人權狀況怎麼樣 中國人民最有發言權 中國民眾對中國政府的支持率 在九成以上 任何力量想阻止中國發展進步 都是白日做夢 奉勸美方並起冷戰思維和意識形態偏見 正視中國人民人權發展歷史性進步 停止傳播謊言和政治病毒 鳳凰威時綜合報導 中國駐加拿大使館發言人7號 致函加拿大環球郵報 對報章涉孟晚舟事件的錯誤言論予以駁斥 中國駐加拿大使館的聲明指 環球郵報5號刊載題為 在孟晚舟被捕之前 中國多年來一直在大力推動 簽署廣泛的引渡條約的文章 指責中國企圖把引渡條約 作為實現自身利益的工具 誣稱中國對同加拿大達成引渡條約 充滿興趣 卻對家方根據加美引渡條約 逮捕孟晚舟充滿怨恨 發言人指出 這篇文章罔故事實誤導公眾 中方對此表示堅決反對 中國同其他國家商簽引渡條約 有助於同相關國家開展司法執法合作 為共同打擊跨國犯罪提供制度保障 這符合雙方利益 而不是什麼實現自身利益的工具 發言人重申 孟晚舟事件不是司法案件 而是美國為打壓中國高科技企業 和華為公司而一手炮製的政治事件 加拿大扮演了幫凶的角色 美加兩國濫用雙邊引渡條約 對一位無辜的中國公民 任意採取強制措施 嚴重侵犯了中國公民合法權益 中方強烈呼籲 加方從事情本身是非取直 公平正義出發 儘快做出釋放孟晚舟的正確決斷 為兩國關係重回正軌 創造條件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好 再來關注台灣方面的重要消息 把現場交給台北直播室記者林清兵 來我們報導 清兵 好的 謝謝雅方 台灣官方10號將會舉行雙十活動 照慣例 軍事部門以及民間團體 都會受邀演出 8號下午在領導人辦公室前的廣場 舉行了預演 軍方的樂儀隊還有憲兵機車連 以及維安特勤隊接連的登場彩排 並且展示了多項的武器裝備 請看我們以下報導 戰機列隊飛越台北上空 台灣官方將在10號舉行雙十活動 8號下午先進行典禮彩排預演 陸海空三軍儀隊全面動員 隊伍整齊劃一展現花式操槍 配合樂隊演奏氣勢磅礡 接著憲兵快速反應連 四十輛重型機車低速行進 不斷變換隊形 車上搭載紅準火箭彈 步槍 榴彈槍等多項武器 還有維安特勤隊的反劫持反恐演練 同樣受到矚目 警車與歹徒上演追逐甩尾 雙方互相鳴槍示威 會求逼真 現場多次爆破 還有黑鷹直升機首次飛到領導人辦公室前 在上空盤旋進行垂降任務 今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台灣各界投入了防疫任務 雙時活動上特別安排防疫有工人員 站上汗馬車接受民眾質疑 官方也安排許多表演橋段 邀請多個民間團體共襄勝舉 還有各式花車接連登場增添活動色彩 富汗衛視張紹冰 金敏懷 台北報導 受到多重因素的影響 大陸籍的學生赴台灣就讀的人數 奏減 其中以壽士班以及博士班的人數減少最多 再加上台灣少指化的問題 日益的嚴重 台灣的高校界因此憂心 不只會衝擊台灣學界的研究能量 部分的細索恐怕也將會面臨停辦的危機 請看我們以下分析報導 台灣的大學9月開學 主管機關教育部每年都會核定名額 讓大陸學生赴台攻讀碩士和博士學位 今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以及政治等因素影響 赴台就讀人數大幅減少 去年缺額只有60人 今年多達845人 疫情期間陸生的安心就學措施成效不佳 學生 家長對於赴台繼續就讀學習的生活質量 信心下降 台灣少子化問題日益嚴重 近十年有六所大專院校停辦退場 台灣高校有越來越依賴境外生的趨勢 過往在台就讀的陸生約有兩萬五千人 佔全體境外生的多數 如今陸生不來 對台灣高校困境無疑是雪上加霜 碩博士生他們有很強的研究能量的人 可以幫教授一起來開發更多的研究成果 所以如果他們不來的話 減少了非常多的研究能量 那如果說有些大學的碩博士班 本來就兵臨快要關門了 那個一下子減少這麼多的大陸的碩博士生 可能剛好這個課開不成了 要不然可能這個鎖 因為民國也大乎減少 這個鎖就關起來了 學者也指出陸生赴台可促進兩岸年輕人交流 深度互動增進友善關係 台灣教育部則表示 會評估陸生減少對高校的衝擊 提出相應措施 富王衛視張紹斌紀敏懷台北報導 以上就是今天來自台北新聞重點 現在再將盡頭交換給香港雅方 好 謝謝清兵在台北的報導 那麼在台灣蔡政府早前突然宣布 2021年擴大開放 含瘦肉精美國豬肉進口台灣 引起反彈 那麼民間擔憂食品安全風險 產業生存危機 美國近期為了刺激內部選情 平打台灣牌 蔡政府一昧的配合 對台灣民生經濟發展 社會安定都造成了巨大的衝擊 8月底蔡政府以一道行政命令 規避監督審查禁字公布 明年將開放含瘦肉精 美國豬肉進口台灣 突襲式的政策印發嘩然 他為什麼這時候宣布呢 當然是要幫美國造個市 特別幫美國現在的執政當局 做個利好做個利多 那問題是這個對台灣而言 我們做了這麼大的開放 就會要得到什麼 感覺現在就是我們因為一面倒 美國有一點吃到飽這樣的態度 意思是我把我過去所有 對你有意見的議題 通通一次端出來 特朗普團隊為了刺激選情 向台灣輸出爭議商品 蔡政府吃了虧 卻配合並利用美國官員 頻繁訪台 塑造雙邊關係升級 將洽簽貿易協定的假象 蔡政府他的期待 是跟美國經濟關係的一個綿密 台灣經濟 能夠藉由美國這個平台 去參與國際經濟的整合 為台灣經濟注入源頭活水 這個是期待 但是掌控完全在美國的手上 假如台灣要想跟美國簽BTA的話 美國一定會在這些方面 包括金融在農業方面 逼迫台灣更大的開放 簽訂貿易協定的可能還遠在天邊 食安危機卻近在眼前 瘦肉精對人體危害的風險未有定論 台灣民眾的飲食習慣又以豬肉為主 加上市場佔比高達九成以上 都是台灣自產 一旦含瘦肉精美豬低價傾銷 食安有漏洞 消費者信心崩盤也會衝擊每年產值 大約750億台幣的養豬產業 豬農每年總損失超過150億台幣 蔡政府的補助根本不夠 消費者就會覺得就是說 可能會有美豬混進來 那我乾脆就少吃豬肉 或者是不吃豬肉 豬農的權益就會大大打折扣 這個不是你所謂的 100億的一個相關的一些補貼 就能夠解決問題的 蔡政府一味地依附美國 不斷宣傳美國牌 國際牌 卻讓民眾最基本食的安全 產業生存都面臨壓力 而美國人會步步進逼 讓台灣無法喘息 鳳凰衛視臨前面 陳建達台北報導 好 我們先休息回回來 還要帶您看到財經方面的消息 我們一會見 繼續來看到港元匯架星期四持續強勢 站穩強方兌換保證水平 促使金融管理局密集出手干預 台幣同樣大幅攀升 早盤刷新超過9年新高 促使央行加大干預力度 香港股市近期重現新股熱潮 令市場對港元的需求增加 推動港元維持強勢 港元匯架週四更多時間 佔穩在7.75的強方兌換保證水平 促使金融管理局繼續出手干預 在香港交易時段傍晚承接了 15.5億港元買盤 是連續第三天入市 銀行體系總結余到下週二 將會上升到2750.33億港元 刷新超過4年新高 從4月至今已經有超過2000億港元 資金流入銀行體系 台幣也是強勢上揚 早盤最多曾上升近三角 到28.68對億美元 刷新2011年7月上旬以來的新高紀錄 促使央行加大干預力度 令台幣匯價回到平盤下方作收 台幣快速升值 令機械生產等出口主導的 傳統產業和製造業受到影響 經濟部日前表示 會向央行反映匯率問題 人民幣匯價方面 在按市場重開前夕 離岸匯價走勢趨於反覆 在上升和下跌之間爭持 缺乏方向 但午後曾經漲破6.73水平 其他貨幣方面 韓源上升至超過17個月新高 但土耳其里拉繼續下滑 一度跌破7.94水平 刷新歷史新低 鳳鴻衛視綜合報導 電子產業持續回暖 韓國科技巨頭三星電子 發佈初步業績 預料第三季的營利增長 可能達到兩年高位 三星電子公布截至9月 三星電子第三季的營業利潤 大約為12.3萬億韓元 按年增長58% 遠高於早前分析師預估的 10.5萬億韓元 漲幅是2018年第三季以來最高 銷售額也升6% 可能達到66萬億韓元 有分析師認為 三星的營利顯著增長 主要由智能手機 電視及家電銷售 及芯片出貨量增長帶動 以及華為 在美國擴大禁令生效前 向三星加急訂購芯片 補充庫存帶動 另外 芯片大廠台積電公布 9月公司營收達1275億元台幣 較上月增長3.8% 較去年同期增長了24.9% 創下單月歷史新高記錄 累計今年前9個月 台積電營收9777億元台幣 較去年同期增長了29.9% 市場預計 在蘋果新品手機的銷量帶動下 台積電第四季營收增幅 有望上看8% 優於市場預期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8天的雙節假期接近尾聲 假期客流開始進入返程模式 檢測數據顯示 機場火車站人流上升 部分高速路排隊數公里 交通壓力持續增大 公路 鐵路 民航等部門 加強運輸組織 強化安全保障 努力為旅客返程 創造良好出行環境 8日中秋國慶雙節長假進入尾聲 大清機場公布數據顯示 大清機場迎來旅客返境高峰 當日預計客流量將達到9.5萬余人次 計劃起降航班676架次 自10月1日至7日 大清機場公計迎送旅客64.6萬余人次 保障航班4639架次 日均客流量超9.2萬人次 日均航班量達662架次 隨時假期的結束 截後返程客流高峰 或將持續至10月10日 投影以來 大清機場客流量不斷創新高 就提醒旅客 進入航站樓 仍需佩戴好口罩 配合體溫監測及健康碼查验工作 及時關注所乘坐 航班動態 預留充足成績時間 和裂脉出行 並推薦採用線上直機 航站樓自助直機 自助行李托運等智能化設備 公路交通方面 全國陸續出現了返程高峰 北京自6號5號開始 進京方向車流增長明顯 交通部門數據顯示 截至7號17時 除金金季 長三角 珠三角地區 及周邊部分高速公路 因流量大出現排隊緩行外 未發生長時間長距離交通拥堵 道路交通安全形勢總體平穩有序 國安部交管局在稍早前 召開部分省市視頻會 督促金金季 長三角 珠三角 川羽等 10省市做好國慶中秋假期返程 交通安保工作 要求各地針對長假期間 發生的較大事故 暴露出的薄弱環節和短板 動員社會力量 採取有效措施 嚴防重特大交通事故的發生 8號是國慶中秋長假最後一天 預計全國主幹路網 高速公路進程方向 城郊地區交通流量 將在高位運行 鐵路方面同樣迎來返程各流高峰 為應對返程中火車站 與地面交通的接續換乘 北京各大火車站 與北京市交通部門 建立聯動協調機制 特別是在應對夜間抵径客流方面 多方密切關注客流情況 及時掉拔運力 避免旅客出現滯留 鳳凰維視陳其王磊 北京報導 那麼內地8號迎來雙節假期的 最後一天 鐵路 民航 公路返程客流 持續攀升 另外文化和旅遊部數據顯示 全國7號當天 接待國內遊客 4208.9萬人次 假期前7天 共接待國內遊客 6.18億人次 全國鐵路8號 預計發送旅客 1300萬人次 加開旅客列車1234列 全國航班計劃班次 14825班 航班正常旅約97% 總體運行平穩 公路方面 8號是國慶假期小客車 免費通行的最後一天 全國公路運行總體平穩有序 各社會站總體通行情況良好 北京 上海 廣州 長沙等 大中城市周邊 進出城高速公路 景區周邊公路等重要通道 交通流量較大 局部路段出現擁堵 而雲南 西藏 海南等地 8號有大雨或暴雨 吉林 遼寧 湖南 山東局地有物 交通將受到影響 湖北武漢各大火車站 返程客流也持續攀升 其中 漢口火車站 8號預計發送旅客8萬人次 國慶假期期間 共發送旅客104萬人次 車站方面也採取了定時消沙 等常態化疫情防空措施 確保旅客安全 隨著假期進入尾聲 文化和旅遊部數據中心測算 國慶假期前7天 全國共接待遊客6.18億人次 同比恢復79.0% 實現國內旅遊收入4543.3億元 同比恢復69.9% 其中 湖北三十家重點景區 累計接待遊客207.11萬人次 實現旅遊綜合收入2.05億元 預計2020年11假期 湖北共計接待遊客4805.43萬人次 實現旅遊收入323.2億元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香港特區政府推出首個預防 以及控制病毒性肝炎的行動計劃 希望大幅降低乙型和秉型肝炎的 發病率並擴大診斷以及治療覆蓋 以消除這兩類疾病對於公共衛生 造成的威脅 香港特區政府公布首個降低病毒性肝炎 傳播的行動計劃 希望在2020至2024年這五年間 通過提升公眾對乙型和秉型肝炎的認知 加強監測 推廣預防和拓展治療 向最終達到完全遏制感染 患者全部能得到治療的願景邁進 階段性目標是在2030年前消除病毒性肝炎 對公共衛生的重大威脅 90%的個案能獲診斷 八成得以治療 並將發病率降低九成 死亡率降低65% 目前的情況根據估算 都與這些目標存在較大的差距 其中餅肝的治療率更是只有12.4% 行動計劃為香港預防和控制肝炎的工作 提供了首份藍圖 協調各界持份者的工作 以減輕病毒性肝炎帶來公共衛生的負擔 隨著行動計劃的公布 包括政府、醫管局、學術界和民間團體 同心合力落實推展行動計劃的各項工作 我們是會攜手消除病毒性肝炎 對香港帶來的重大公共衛生的威脅 目前在香港分別有7.2%和0.3%的市民 患有乙型或秉型肝炎 對於影響50多萬人的乙肝 母嬰傳播是主要的感染途徑 也將是行動計劃的重點預防對象之一 除了繼續現行的為孕婦進行的月肝的西茶 以及為新生嬰兒接種的月肝疫苗的安排之外 我們也會增設使用抗病毒藥物 來預防母嬰傳播 並且為合適的嬰兒安排注射疫苗後的血清測試 以達至無月肝新一代的目標 目前在香港每年大約有1500人死於肝癌 是第三大的癌症死因 其中有超過7成的個案 都與乙肝或者是餅肝的病史相關 鳳王衛視趙林峰 香港報導 台灣民眾今年施打流感疫苗的意願大幅提高 那麼各大醫院紛紛公告 官方提供的免費疫苗 每天的配額都很快速地用完 衛生單位表示 將盡快調整配送速度和額度 醫院內預備接種流行感冒疫苗的民眾十分踴躍 台灣公費流感疫苗5號正式開打 三天以來接種數量已經接近130萬劑 今年在疫情影響下 民眾施打疫苗的意識提高 醫院內每天能提供的數量快速被消化 常常看見醫院提早公告 當天額度已經用完 目前那個施打的狀況非常踴躍 今年度施打的狀況大概比往年都快一倍 今年台灣準備的公費流感疫苗有603萬劑 主要提供包括學齡前幼兒高齡老人等九大族群施打 但這樣的數量可能無法滿足所有人需求 為了讓疫苗分配平均 台灣衛生單位已經加強協調各地調度和配送事宜 另外在台灣夏季應該是水氣豐沛的時節 但是今年沒有颱風輕臺 加上美雨季雨量減少 全台各個水庫儲水量嚴重不足 台灣官方宣布從10月中開始 針對全台四個縣市率先實施第一階段限水 未來不排除人工造雨 避免缺水危機 台灣今年5月時在全台多座水庫釋放人工增雨驗劑 判增加降雨 但截至9月為止 水庫集水區依舊呈現蓄水量偏低情勢 台灣氣象局透露 今年氣候異常 降雨量確實比去年同期少了許多 台灣地區的降雨 主要要靠梅雨季跟颱風季的降雨 那今年梅雨季的話 其實有一點提早結束的意味 到六月的話都沒有什麼明顯的降雨 而颱風的部分其實主要影響 直接影響颱風 台灣地區的颱風也不多 所以目前為止的降雨其實是比較少的 所以也造成一些水情比較吃緊的狀況 專家透露今年是台灣自一九六四年以來 第一次颱風季沒有颱風清台 因此在風水期出現缺水情況 為超前部署 台灣經濟部抗旱小組提早在十月召開 宣布從這個月中開始 桃園 新竹 苗栗以及台中四個縣市 進入第一階段限水 也就是夜間減壓供水 呼籲民眾供體時間 透過減壓供水 可以減少自來水系統的漏水率 以及相關的節約措施 那我們預估可以省下3到5%的這個水量 台灣官方表示 除了人工造雨 也將對氣候 河川流量 以及水庫蓄水情況持續觀察 必要時不排除進行減壓供水 甚至是分區供水的方式 避免缺水影響民眾生活 甚至產業發展 鳳凰衛視 盧冠菲 蔡榮仁 台北報導 好 那麼還有哪些值得關注的華文 節目最後鳳凰記者帶您去看看 同時感謝您收看華文大直播 我是謝雅邦 在香港祝福全球華人 健康平安 再會 克林頓政府時期分管中國事務的 助理國務卿謝舒立表示 TikTok和微信禁令 是美國進一步擴大對華科技冷戰 坦白說 它並沒有非常效益 其實如果您回顧一下 我們在中國的政策 並沒有達到任何更改善 中國的政策 並沒有達到我們自己的利益和價值 普特雷斯強調疫情給全球帶來的經濟損失 高達每個月近3,750億美元 5000多萬個工作崗位已經流失 人類數十年的經濟發展成果發生了倒退 很多的疫苗還未知 但當基本的事實是明顯 世界並沒有準備好 澳大利亞人對本國人的伴侶 也有經過英語測試才能獲得簽證政策 已經引起了澳大利亞各族魚社區的強烈反對 讓很多人感到不可理解 或者是甚至有人感覺到 有種備受歧視的一種現象 那麼甚至還有人說 這樣的要求 剝奪了澳大利亞人的自由戀愛 甚至澳大利亞人的一個公民的一些資格 飢餓 decis inches Ne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